現在武漢肺炎的疫情增溫 就連廟方也都提高了防疫警戒 在松山慈惠堂 昨天除夕夜送了錢母金幣 雖然下期綿綿細雨 還是吸引了滿滿的人潮來排隊 而廟方也準備了上萬個口罩 讓大家可以安心走春 拜拜迎新年 迎接庚子年 松山慈惠堂選在除夕夜 在堂主鍋葉子的帶領下進行團拜 政府裡面都是有好跟壞 對 我也希望大家在社會 大家保障不要太便宜 都是要保障 大家團結跟合作 儘管綿綿細雨 還是擋不住民眾虔誠的心 松山隊伍就是希望能夠拿到 母糧且母的金幣 求得好彩頭 慈惠堂還特別準備上萬個口罩 分送給信眾 提高防疫 保護信眾 放在沒辦法可以 或是放在放錢的地方也可以 對我們路比較好 不會去交流方便宜 或是去我們便宜 除夕當晚母娘 或是走起新平安橋祈求好運來臨 初一十五春節期間 也開放信眾拔杯 求取六百元的發財金 夭食之母母娘化財金 說你的名字 你的主席在哪裡 你要做什麼事業 你要求事業 還是說我這錢拿去 我今天要做一項大生理 我老下去做 這樣也可以 祈福祭之後 還可以享用免費的平安宿災 賞花燈看表演 初一初五下午兩點半 還邀請明花園新字團歌仔戲表演 度過精彩的春節 東森財經新聞 張惠卿和坤源的採訪報導